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松 长白松等树母 高大挺拔 枝繁叶茂 林下 形态各异的蘑菇 生机盎然 森林茂密 食物丰盛 动物们纷纷前来安家 松鼠 梅花鹿 袍子们在林间嬉戏奔跑 热闹非凡 沿山而上 气温变凉 海拔1100至1800米之间 耐寒的云山 冷山 红松 和落叶松等真叶树 都来此聚会 树高林密 郁郁葱葱 一般情况下 垂直分布的高山植物带中 森林最高层是真叶林 然而 唯独在长白山 真叶林之上 海拔1800至2000米之间 有一片低矮的阔叶树 这就是月化林带 这里山势陡峭 锋利强劲 土壤贫瘠浅薄 月化树依靠它强大的根系 暴时而生 匍匐而长 枝干矮小弯曲 树皮千疮百孔 多成老太龙中之状 凌冽的强风自林间穿过 树叶速速 树影菩萨 秋运渐显 在海拔2000米以上 山地台原带环绕天池 种夏之时 山顶积雪还未消融殆尽 游显冬季略盈 天池边 却春意正浓 山花悄然绽放 像给天池铺上了 斑斓的地毯 牛皮杜鹃 高山英素 长白红景天门 顶着鲜艳而独特的花朵 开满台原 仿佛置身于空中花海 长白山 在垂直高度不到海拔3000米的范围中 融会了四季的自然之美 也浓缩了从温带到北极寒带数千公里的生物景观 成为欧亚大陆北半部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和具有世界意义的自然综合体